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三代柔性太阳电池阵技术 它不仅在太空完成了全球首创的二次展开大秀 更是中国空间站的能量之源 中国电科的研制团队历经八万余次高低温循环试验 最终让太阳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突破了百分之三十 由天河核心舱大机械臂和问天实验舱小机械臂组成的中国空间站机械臂 是目前我国智能程度最高 难度最大系统最复杂的空间智能制造系统 七自由度设计为机械臂注入了灵动基因 它的操控精度是对人类手臂功能的真实还原 从航天大国到航天强国 从国之重器到尖端军工材料 处处都离不开创新突破之力 您刚才看到的这个试验绝对不是什么魔术 这个就是纳米七宁胶 我拿在手上几乎感觉不到什么它的重量 实际上它是当今世界上已知最轻的固体材料 纳米七宁胶它有着优异的隔热保温防辐射吸波性能 被誉为改变世界的十大神奇材料之一 已经创造了15项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里就是它的诞生地 航天三院高性能七宁胶合成实验室 走出实验室 它是让中国航天不断迈向深空的神奇材料 3 2 1 电火 电火 我们常说一袋材料一袋装备 对于导弹火箭等飞行器来说 防热材料就像一个金钟罩 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发动机工作时 燃烧式的工作温度通常在3000摄氏度左右 朱荣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巡视阶段 会面临零下100多摄氏度的极寒挑战 此时防热材料就像一件冲锋衣 始终冲锋在前 因此防热材料的创新研发和精准使用 也是飞行器不断发展的有力保障 现在我们就要通过一个试验 验证纳米气凝胶的防热性能到底有多强 现在气凝胶材料已经放在 大概有400摄氏度的电加热设备上了 我们通过热成像仪 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材料不同位置的温度变化 红色表示材料下表面已经达到很高的温度 而材料的上表面却还是蓝色的 完全不受高温影响 刚才纳米气凝胶的热烤和试验 可以说是非常的直观了 能看出来它的隔热性能真的是很强悍 那么纳米气凝胶的隔热性能 到底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咱们还是得靠数字来说话 这一台就是导热仪 它可以测试出材料在零下160摄氏度 到零上600摄氏度之间的隔热性能到底如何 经过24小时的试验 可以看出纳米气凝胶的导热系数很低 即使在500摄氏度的高温下 导热系数仅为0.06 除了防热防寒 纳米气凝胶材料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不清水 我们把蓝色的墨水滴到气凝胶的表面上 可以看到水珠迅速散开 就像钢珠一样在材料表面来回滚动 这是因为大米气凝胶的材料 有着极低的表面能 它可以让材料保持绝对的干燥 不会因为吸水而增加一点点的重量 先进的这个新胶材料 能够支撑我们的这个更先进的武器装备的这个研发 帮助我们这个提升它的一些更先进的一个性能 比如说飞得更远 可以载重更大 不管是对航天装备 对于生工探测 那么都有很多很现实的意义 如今我国自主研发的系列气凝胶材料产品 已经成为多领域装备 不可或缺的护身铠甲 而在十余年前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 气凝胶还只是少量文献资料上的一段神奇描述 尽管如此 航天人在接力式的探索与创新中 从构建微观模型入手 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完成微观结构的搭建 最终实现了工程级别的应用 2018年12月 研制团队凭借七凝胶的高性能隔热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 首次摘得中国专利金奖 2019年经过不懈钻研和反复验证 气凝胶的耐高温等级 最终突破1500摄氏度 2021年 两种纳米气凝胶材料 成功搭上飞往火星的航班 为航天重气 驰骋冰火两极 完美护航 历经十余年的不懈努力 航天人研制开发出的七凝胶材料产品 使用温域 已经能够覆盖零下100摄氏度 到零上2500摄氏度 从空白到核心技术突破 每一种尖端军工材料的突破发展 都是无数军工人不断坚持 和自主创新的结果 一根单根直径 只有头发丝六分之一的细线 如果把它做成直径12毫米的细绳 就能拉动20多吨的重物 而同样粗的钢绳 却只能拉动8吨 那么这样的材质 它的拉力到底有多强呢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我来看一看 不仅拉力大 它还有极强的防切割性 如果把它做成衣服 它就是武林中传说的软胃甲了 那么我用这个剪刀来去试着剪一下 是完全剪不断的 而且这上面几乎没有任何的痕迹 那么这样的尖端材料到底是什么呢 它就是F12方轮纤维 那么它的强度高 韧性强 是世界上三大高性能纤维材料之一 此前在国际上作为航天材料和战略物资 一直密不识人 上世纪90年代 我国航空航天领域使用的高性能方轮纤维 还只能依赖进口 为了打破国外的技术封锁和产品垄断 中国航天科工六院历经十多年前新研制 终于走通了F12纤维的国产化之路 填补了国内高性能纤维材料的空白 现在我身旁的这些设备呢 正在进行F12纤维的生产 这里呢已经实现了多路并行的流水线自动化生产 您能想象F12纤维是如何造出来的吗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一瓶外观特别像蜂蜜的黄色液体 那么这就是纺丝溶液 这些设备呢可以将这样的液体压成单根 直径只有14微米的F12纤维 那么最后再通过联通装置卷绕成数 那么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这样的竖线呢 已经是卷绕过后的 那么它的直径大概是一毫米左右 当中是包含一百多根单根的F12纤维的 真的非常的精细 2021年面对F12纤维产能不足和技术瓶颈等问题 航天客工六院大力推进产业化建设 F12纤维干喷尸仿 联系热处理等关键技术实现技术突破 仿丝速度和纤维强度均得到大幅提升 在生产能力和技术创新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 国产高性能方轮纤维 在火箭发动机 飞机功能结构件等尖端领域 支撑着国之重器跨越发展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 从探月到探火 中国航天人用坚持与信念 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 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 中国国家队正在世界舞台上 展示着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2019年11月18号 雪龙二号开启首航之旅 这是中国第三十六次远征南极科考 迎着一望无际的冰川 通过连续破冰和冲撞破冰的方式 雪龙二号如期抵达目的地 雪龙二号的诞生 填补了我国在极地科考重大装备领域的空白 而它拥有的船手船尾双向破冰技术 蕴藏着中国造船人的创新之力 雪龙二号可以在1.5米厚度的冰 0.2米厚度雪的海矿下进行连续破冰行驶 是名副其实的碳极神器 8736张图纸 2541块钢板 汉籍神器就是在这里 搭响了船身铸造的第一枪 舰船要想抵住零下40摄氏度的寒冰 破浪前行 它的手柱的强度和韧性 就必须足够的高 那么雪龙二号的部分钢材呢 是特别定制的 同时还采用了后板焊接的加工工艺 我们来看这样一块后板板材 它的厚度呢已经是非常的厚了 而雪龙二号的手柱的厚度呢 要比它还要厚上两倍以上 在雪龙二号建造的过程中 我们创新采用了通轮术 通参术 通速度和我们的这个分段推焊法 推火法 来完成了我们的冰道的焊接棒 如果做得不到位的话 很可能在焊接过程中 产生这个烈纹 船长122.5米 宽22.3米 排水量达到了13996吨 驱航力达到2万海里 这艘万吨巨轮体量很大 除了坚硬的船身之外 各式各样的传感器遍布雪龙二号全船 组成了智能神经系统 使其在复杂的环境中能实现自动驾驶 先进的动力定位系统更能令船体在狂风大浪中稳如泰山 雪龙二号虽然不是中国船舶集团江南造船所建造的吨位最大的船 但由于破冰的特殊性 它却是建造工艺最难 工程量最大的舰船之一 那么它在建造时采用的是预袭装的技术 那么和原来的船型整体建造成型之后 再进行袭装相比呢 这样的预袭装技术呢大大提升了建造效率 我们雪龙二号的物量特别巨大 管系有2万2千多根 我们的电脑达到了480余公里 起装舰达到了8万4千余舰 这么大的物量对我们雪龙二号的建造 周期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我们未来的V2技术AR技术 以及我们的五子化的三维建模技术 都可以广泛地应用到我们的船舶建造当中 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的造船效率 使我们的船舶建造得更快更好 头戴AR眼镜对比实物和三维模型的匹配度 这里的工作人员像是在玩一场虚拟游戏 但是并不是他们真的在造船 那么这里正在进行的是西装舰的校验工作 运用到的呢就是目前船舶建造的心理器 AR西装技术 通过他们头戴的眼镜呢 能够非常直观地看到 味噪的部分以及底造的部分和食物的差异度 从而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这样的技术呢在部分的船舶当中 目前已经投入使用了 那么相信未来呢将有更多的创新之力 注入到大国巨舰的设计和建造之中 助力他们使向更深远 现在我宣复 深入者号 前来是载人潜水器 海上试验圆满结束 2020年11月10号 中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 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坐地 坐地深度10909米 刷新了中国载人生前的新记录 我国在大深度载人生前领域 迈入了世界顶尖行列 开启了中国万米深前的新时代 在此之前 蛟龙号的下潜深度是7062米 7000米的下潜深度 已经覆盖了全球海洋面积的99.8% 而奋斗者号的下潜深度 完成了最后0.2%的突破 实现了全海深覆盖 这对于中国军工人来说 是一场艰难却必复的探险 为了抵抗万米之下 超过110兆帕的巨大压力 奋斗者号载人舱采用了 为它量身研制的国产新型钛合金 舱体由两个半球焊接而成 因其焊接位置类似于地球赤道 又被称为赤道缝焊接 然而就是这条缝 曾经一度让奋斗者号项目 面临迟滞质风险 2018年底零危受命 历经数百次试验 2019年6月17号万米团队 终于成功突破高强高刃新型 钛合金特殊焊接工艺 完成了奋斗者号载人舱 赤道缝焊接 攻克了这一世界级难题 从被拒之门外到临跑深海 历经二十多年 中国载人生前团队 在极限装备制造领域不断突破 让中国迈向海洋强国的步伐 充满了自信与自主的力量 从海底竹梦到仰望苍穹 在祖国西南大山深处 中国天眼 五百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与群山之中 地听来自宇宙最深处的声音 这也是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在国际上没有限力 很多技术都需要依靠自主创新 而FAST最大的技术成就 就是解决了球面镜 随时变抛面镜的难题 中国是世界上首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4450块反射面单元 单块镜度2毫米 总装镜度5毫米 是FAST的独特的设计 是构成FAST的探测能力 和探测镜度的核心要素 要达到这样的测量镜度 我们使用了摄影测量系统 而传统的摄影测量系统呢 在测量这样大尺度的 11米单元上存在着困难 所以我们设计了自动测量系统 它能够自动进行测量 自动传输数据 自动处理数据 这样在调整完成之后 反射面单元就已经达到了精度 除了矩形反射面 位于中国天眼中心 悬挂于半空可移动的溃源舱 是FAST又一大创举 溃源舱中的每一个溃源 都能够将覆盖 30个足球场大的信号 汇集在一颗小药片大小的空间里 实现高灵敏度的太空观测 溃源舱能够实现160dB的 高频率性能宇宙微弱信号的接收 根据变形的抛物面形状 溃源舱在直径206米 高度140米到180米的大尺度空间范围内 连续移动以及毫米级的指向并棕 确保精确的聚焦和坚轻 宇宙中微弱的射电信号 中国天眼是我国拥有 自主产权的大国重器 它实现高灵敏度观测精度的每一个细节 都映射出电科人试制创新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工匠精神 每升海水中可以提取0.03克的核聚变反应材料 看似微量 可它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发生核聚变反应所释放的能量 相当于燃烧300升汽油 开发巨变能源 是中国核巨变人一代代激励奔跑 致力于照亮人类未来的终极梦想 2020年12月4号 中国新一代人造太阳 首次等离子体放电实验取得成功 未来它可以运行到1.5亿摄氏度 几乎是太阳核心温度的近10倍 它的首次放电成功 标志着中国自主掌握了 大型先进托卡马克装置的设计建造和运行技术 中国人造太阳离圆梦又近了一步 这是一个平均年龄只有33岁的高精尖科研团队 也被誉为重太阳团队 从2009年立项到2020年首次放电成功 为了实现人造太阳这一梦想 他们用青春与智慧不断向世界科技最前沿发起挑战 真空室是新一代人造太阳的核心部件之一 为核聚变反应提供的超真空环境 比宇宙真空环境还要低好几个数量级 用来乘装上亿度高温等离子体 但是在建造的时候 由于设计精度高制造难度大等原因 很多企业都无法加工 经过六年艰难探索 重太阳团队通过不断攻克关键技术难关 克服卡脖子的难题 相关工艺和技术指标均得到提升 透明介质成像诊断实验 简单说就是让透明的物质可以被看到 比如把手机放到超声分子数注入系统前 播放音乐 通过透明介质成像诊断技术 就能看到音乐对空气产生的振动效果 目前由萧国良团队原创的聚变加料技术 已经在国内外十多个聚变实验装置上得到应用 这个技术对于聚变领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它就直接决定着我们聚变的加料的过程 这个超声分子数加料 也是我们院的一个原创性的 对世界原创性的一个贡献 中国新一代人造太阳的研制 让中国核工业的原创技术走向世界 在国际热核聚变实验锥项目中 中国承担着部分关键部件的制造任务 为解决人类终极能源问题 贡献着中国力量 上天 下海 走极地 一代代中国国家队的奋斗者 凭借非凡的勇气 在创新突破的道路上探索前行 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贡献力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